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2007年到现在有14年了 刚开始我们是从精神科开始的 主要还是抑郁 焦虑 失眠 在治疗过程中就逐渐的扩展到了神经的康复 儿童的康复 盆底的康复 我本身是搞神经电伺理 神经电伺理它就可以了解我们很多神经通路的问题 而我们神经调控就是作用在这些神经通路上面 所以这样一来我就发现把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连成一个网络 这样我就可以更好的精准化的治疗 这种精准化的治疗不是我们只是靠看临床 我们是通过神经传导通路 中枢的传导通路 外周的传导通路 然后了解清楚以后我们可以精准化的治疗 节约成本 而且提高疗效 那么从2007年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治疗了有15万人次了 15万人次 当然精神科的所有疾病我们都设计过 当然还包括尔尺海默二十症 还包括老初中 脑外伤的瘫痪 偏瘫 结瘫的治疗 那么有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理想的 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效 我们不仅仅是看它的临床表现 我们也有神经通路来评估 所以我的理念就是基于评估 止于评估 就是从评估开始 然后到评估结束 那么我们从精神方面来看 我们有大脑的高级功能 认知功能 的世界相关电位评估 也有近红外光谱成像的评估 还有成对经路痴自己的运动批评 兴奋性的评估 那么这就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对精神疾病的评估 有这个评估 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这个生理效应 从而更进一步的指导我们的临床治疗 我们有进入持续的还有酒胎 那么我们设计的内容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从精神到神经 那么脑初衷 偏瘫 结瘫 这个大小便诗经 以及这个慢性疼痛 都涉及到手机推荐 到手机推荐的所有的疾病 我们都实践了 太好了吧 就比得了比较满意的疗效 目前呢 全国过地 每一个省份 都在这里进修 而且一次的一年的进修量 达到了80个人 那么我们的这种理念呢 就是让学员知其人 也知其所以人 所以学员收获就很大 我们主要是临床的实践 就是见病人 然后不同的病人 对他用检查 以及量表的评估 以及问诊 来进行中和 得到一个最后 中和成一个治疗项目 然后在治疗以后 我们又评估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 苹果与治疗体系 未来的展望 那么就是 除了这个我们主动的 主动的干预以外呢 我们可以结合更新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这个镜像运动 镜像运动 还有虚拟现实 这些可能对我们的这种精神心理疾病 以及康复的疾病的治疗 可能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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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